教室上那颗闪闪发光的大牙齿是什么 是海蛮 你在这里洗澡的时候唱歌 当你即将结束自己的抒情歌曲时 玉莲却嗖的一声贴过来把你整个包围住 明明就没有人打开窗户让狂风吹进来 你也不是在唱恶棍的角色 因此不需要披风 而且你也没撞鬼 至少你很确定你没有 那么为什么玉莲像之湿答答 受到惊吓的小狗一样紧贴着你的腿呢 是什么让它吹向你的呢 你的猜测和我一样棒 但是大卫施密特的猜测甚至还更棒 我们待会会谈到它 但是几乎所有关于飘动玉莲的理论都说 并不是它真的被你所吸引了 别放在心上哦 相反的是谁已不知怎么的 把你的玉莲往内扯了 大多数人都把这怪罪于你领域的热气 但是任何一个量生活的粉丝都知道 热气会上升 还有什么能解释为什么地下室冷得要死 而阁楼却感觉像撒哈拉沙漠热得要命呢 这个想法是这样 这股上升的热气会产生上升气流 从而把玉莲朝着热源提升 同时由于你就站在玉莲跟水流之间 所以玉莲在朝向热源的旅途中 当然就会碰到你咯 但这个前提有个问题是 当你洗冷水澡时 你的玉莲还是会做出同样的行为 为什么有人会想洗冷水澡啊 有些人会在酷热的天气里这么做 而这是有道理的 而另一些人则发现凉爽的淋雨会令人振奋 其他人则喜欢淋嘀嘀的水龙头 虽然他们的确想跳出来 但他们却很享受这种意志力的考验 有些人认为冷水会封闭毛孔 并使头发更柔软 所以他们抖抖抖是为了变美丽 还不清楚这招有没有效呢 脑筋过热的人则会使用冷水淋雨来冷静下来 天哪 真是冷死人了 啊 给我来一条温暖的浴巾 不要紧 我会把自己包裹在玉莲里面的 这股气流毕竟是为了明确的目的存在的 还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洗冷水澡 不是我哟 哦 谢谢你给的浴巾 现在这看起来很温暖啊 另外一种与热有关的理论是 关于你的浴莲对水的吸引力 是说变暖的温度降低了气压 才导致浴莲吹了进来 因为浴莲外面的压力较大 同时在高压下紧紧包裹的空气分子 总是会移动到不那么密集的地方 虽然这并不能解释 为什么冷水淋雨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但缺乏压力可能可以解释 为什么某些淋雨者会头晕 当然 他们可能只是飙高音飙的太久了 别忘了呼吸哦 呼吸会让空气进入你的肺部的啦 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时机来提到 在淋雨间确实发生的事故 那里很滑 如果你摔倒了还撞到了头 瓷砖完全不能缓住冲撞力道的 因此如果你确实感到头晕目眩 那就坐下来把水关掉 但是嘿 这些硬邦邦的瓷砖的一个优点 就是你在淋雨时唱歌的声音 听起来超赞的啦 坚硬的表面会产生出色的音响效果 你的声音真的会从瓷砖上反弹 但是如果热气不能把玉莲吹到你身边 那这件事会是谁做的呢 也许他错把自己当成了雨衣 想不到吧 或者这可能是由于较低的压力引起的 不是由热气引起的 而是由哗啦啦的水珠引起的 瑞士数学家丹尼尔·白努力提到 水运动的越快 周围的压力就越低 由于他的理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被称为白努力定律 而且尽管这只是个理论 但他确实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你的玉莲会忽略涓涓细流 而却拥抱了喷发而出的泳泉 如果你是那种玉莲从来都不会粘到身上的人呢 首先你超幸运的 其次你大概有个很厚实的玉莲 你知道我们谈论到的淋浴中的气压变化 其潜在的提升力道其实很轻微 这足以影响非常薄轻量的玉莲 但是对较于厚实的玉莲来说 一点多余的重量就足以抵消上升气流的力道了 再说一次 有时情况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制造商经常把重物缝进玉莲的不边的缘故 如果你喜欢追根究底 这还真是个好消息呢 而且啦啦啦啦啦 把玉莲吹出来喽 如果你的玉莲没有附带重物 那你可以自己加一些 要么就是缝进去 要么就是用少量胶水粘起来 记得要让它彻底晾干 心灵手巧的人可以用活叶夹夹子来夹住柔软的浴室玩具 玩具的重量会让玉莲在气流中下垂 而且如果你周围没有橡胶压可以让玉莲保持垂下 那么如果尺寸或数量够大够多的话 活叶夹的夹子本身也能增加足够的重量来完成这项任务 或者你也能用吸盘啦 还有比吸盘更好的东西吗 磁铁是另一个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当然只有当你的浴缸或淋浴底座有个金属表面时 磁铁才起作用 但如果你梦寐以求的浴莲带有磁铁 而浴缸却是塑胶或陶瓷座的 也不要绝望啦 磁铁还是有用的啦 就当做千块重物这类的咯 弯曲的淋浴杆并不能抑制浴莲向内翻的倾向 但是向外涂出的淋浴杆确实会拉开你跟浴莲之间的距离 因此至少它必须得翻得更远才能把你包起来 就我个人来说 我喜欢倾斜淋浴头 好让水花喷到浴莲上 然后再把它打回原位 然而你需要确保浴莲够长 还要够重 这样它才不会让所有的水从底下喷出去 因为如果你淹没浴室的地板 同时还一路淋到楼下的邻居们 那当然得算到你头上 但是浴莲并不是唯一受湿热气流影响的东西 你的声音听起来这么棒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影响浴莲的热水同样也会放松你的喉咙肌肉 并滋润你的声带 把你平时紧绷尖锐的声音变成充满丰富磁性的高音 你可能希望所有那些肥皂和热水都能让你的淋浴和浴莲保持洁净 但不幸的是霉菌比你和你的声带更喜欢温暖蒸气和湿气 因此每周至少要擦一次浴莲 而且也许也在浴莲内侧喷底清洁剂吧 然后当你走出淋浴间时 关上浴莲好让皱褶间不会因此发霉 但是要让浴莲保持部分是打开的 好让空气流通并晾干所有的东西 你的浴莲会感谢你的 但是撇开谢一不谈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不确定为什么你的浴莲会一直抱抱你 麻省理工学院阿莫斯特分校的助理教授 大卫施密特对此非常好奇 以至于他创建了一个电脑城市 这个城市使用现代流体模拟科技 来模拟领域内部的状况 这听起来很复杂 因为它也真的很复杂 事实上水花模拟非常具有挑战性 而且黏糊糊的浴莲又是如此令人困惑 以至于不可思议研究年间 英文improbable research的科学家们 授予施密特他们著名的搞笑诺贝尔奖 来奖励这项工作 那他发现了什么呢 施密特总结说 罪魁祸首是涡流 涡流就是漩涡或龙卷风的中心 这是漩涡中间的空心 漩涡会把东西吸进去 在自然界中 漩涡会减慢并消失得很快 但是尽管在淋浴喷头中央产生的 涡流可能太弱了 以至于你看不到 但它的强度却足以把轻巧的浴莲 拉进其中 更重要的是 直到你关闭水源 它才会停止 仅仅靠近像涡流这样酷炫的东西 是否就能解释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淋浴时 得到了最棒的点子呢 甚至连爱因斯坦 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出他的理论 也都不确定就是这样 但是专家们怀疑 你在淋浴时获得的灵感 在某种程度上 来自于当我们站在 哗啦啦灵下的水时 会获得的大量冥想 和对现实的逃避感 黑专家则断言 你的洗法经里面 藏着神奇的仙女 真是难倒我了 但是 如果你曾在淋浴时 得到了个好点子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中分享吧 嗯 有了这些推论 现在可以擦干了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这支影片按赞 并有朋友分享 这里是我认为 你会喜欢的一些 其他酷炫影片 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浪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